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赔罪啊 你别以为 你用我最喜欢的临时贿赂我 我都可以原谅你 还卖萌 最喜欢的 那你培训为什么不告诉我呀 你知不知道我有多担心啊 你这个没有良心的 真打呀 我当时给你打电话 然后你不接 后来关机 我是一男人 我一刑警 我得有骨气吧 再说了你后来 我想给你打电话的时候 电话没收呢 不是男人吗 刑警 得有骨气 什么是骨气 怎么什么是男人 我的天哪 什么是骨气啊 我之前都用光了呀 我 知道了 之前是我态度不好 但那是我亲妈呀 看她冰淫淫的 我心里边能不着急吗 我也不是故意的 我不是故意要气的 可是你妈老把我们俩的事 跟我爸的工作捶一块 我怎么办啊 你妈是亲妈 我爸也不是后爹呀 所以说呀 咱们俩不能因为父母的矛盾 咱俩就失去冷静 那咱就破玩破摔啊 你说我妈是一打火机 你非装那煤气罐一点炸 我跟她道歉呢 她根本不搭理 那就 再道歉一次呗 诚恳不等你低头 我说大师啊 你是让我把这个镜子 抚一下那个照到他们家的门 还是我只要盯在我们家墙上面 对着他们家方向就行了 我 我怎么都行 只要是这个方向是吧 好好好 那我就盯 好好好 谢谢 谢谢 我走了 妈 跟我回家了 跟我回家 跟我回家 来来来来 那你快帮我瞧着去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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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恋爱整天谈得挺好 维京我正想问你 敏杨的工作是怎么回事啊 她怎么就从一个刑警 被你给搞成了片警了呢 什么 什么呀妈 这事跟维京 我没跟你说话 我问伟京呢 你不用装无辜 你不知道吗 她知道什么呀 这事跟她没关系 你以为我不知道啊 我都打听了 别人都跟我说了 你说吧 到底怎么回事 你怎么想的 你为什么这么做 你上哪儿打听 谁说的 我去你们队里打听 你们队长都跟我说了 不是 他们队长说什么了 好 我再提醒你一下 你送外卖送到了 他们执行任务的现场 结果你叫了敏杨犯罪嫌疑人 跑了 敏杨差点出事 有这事吗 不是 你不告诉我摄影席吗 你再装 你再装 还有一件事 你带敏杨去吃什么大排档 把她吃得拉肚子 结果丢了一个很重要的证据 有没有这事 丢什么 没有 你再演 你再演 你简直是太会演戏了 你都不知道吗 不是 妈那个 她确实不知道 什么她不知道 真让你妈给说中了 你在二十三楼公主 敏杨在地下一层 你就一直想踩着我们家敏杨 是吧 已经从刑警踩成片警了 你还想怎么样害她 你才开心啊 你才如意啊 妈 这事跟她没关系 我都说了吗 我的事 我自己下基层锻炼去 跟她没关系 这跟谁有关系啊 都是因她而起的 对不对 你在哪儿会会 让我说你什么好 你简直就是个扫把星 现在挂着不得也挺好 你跟他们这儿说什么呢说 你怎么能跟这一家子人混呢 你知道他们有多坏吗 不是您看 等了阿姨怎么就混 不是啦 什么我干吗呀 你看看 你自己看看 解约通知书 我上了一天半 我刚一进咱大院 我就碰那厂子里那刘静了 他就给我这解约通知书了 说不敢给你爸 说怕你爸受不了都给我 我就不知道怎么给你爸这事 对 说你们这一家的人 我们老美这人多不爱求人哪 那天跟着我上你们家 低三下四地求你们 你们礼也收了 好话也说了 结果怎么样 就签字啊 大米饭 签的这个字 这两个大米 老米签字我相信也是不得以为之 他尽了力了 他也没答应你们说 肯定把这事办成吧 你怎么能这样呢 什么厂子里的饭全是你们家一家的吃了 这厂子又不是老米的 我不跟你说 你别胡搅满产 你说说他怎么害的我们家米洋 我闺女害他 对 你闺女怎么样把我儿子 从一个刑警 现在给害成了一个片警 我女儿 不可能 就是这样 你就让我们家老伟下岗了是吗 你们家 我没你想象的那么卑鄙 你爱怎么想怎么想 你们家老伟 不管再怎么说 过几年就会退休了 可他呢正在上升阶段 年轻人刚刚找到工作 你要把他害成什么样啊 婚女你听见没有 你听听这一家子 这什么人品啊 你还跟他们来往 你要跟他们来往 行 你就别让你这骂 米洋 你要再跟北京来往 你也别让我这个骂 回家不回家 不回家我锁门 你会不会回家 不回的话我 我换锁 我 你待着 你最好就住在外面 你有本事住过去你 来 这简直就是混蛋哪 我就一直我就找 我就找 我就找 这罪魁祸首 这凶手我终于找着了 这凶手我找着了 就是大米饭呀 我原来觉得这个 大白鹅这人不怎么样 米红旗还行 谁知道 让那大白鹅给带坏了 这一家子我跟你说 都不是好人 妈 你别激动啊 你也别这么说米叔叔 人家米叔叔 平时还是挺好的 我爸这 遇上这事 可能还真是 有几个原因吧 什么原因哪 第一 是不是因为我爸 年龄大了呀 一刀切了 还有一个是不是这个裁员 你说这工厂的行为 米叔叔他说了也不算 他 他有什么办法呀 他说了怎么不算哪 这 他这这这上面签着字 这一家子我跟你说 都不是东西 不是好东西 这不关米洋什么事啊 你别提米洋 我跟你说 这一家子不是好人 离他们家远一点 行了 你现在就别先生这个气了 你真应该想想办法 我爸回来 你说这事怎么跟他说呀 你说他听到这消息想不开 这事不能再看见啊 这这这这 真是怎么跟他说呀 这事你这 这 还真得好好地想想办法 你回来了 嗯 你回来了啊 晶晶晶今儿回来这么早啊 初芬 初芬你看看你看这是什么 玫瑰香的葡萄 现在还真少见 今儿我碰上了 我包围圆都给你卖回去了 今天这是你的 嗯 什么玩意儿啊 刚下来的冬枣 真的啊 爱吃枣啊 我就买了十块钱呐 是 我说尝一个吧都不让我尝 买完之后我一尝还真好吃 待会儿待会儿 你这不喜就吃 吃 还是我爸好 我妈我都不落下 那个 哎 妈 嗯 我爸今天表现这么好 那个我能不能提个请求啊 嗯 让我爸喝两杯 喝喝 喝 舒芬 平时你就让我喝一杯 连酒是什么滋味都没咋嘛出来呢 就把杯子抢走了 今天给两杯 没问题 来 来 那个今天这酒啊 就喝到让我爸开心为主 是 是 还是我闺女 是 我来跟我爸倒上 来 闺女陪我喝 好 我不得陪着我爸吗 是这样的 爸爸 那个我现在工作呀 也差不多上轨道了 在公司 大家都特别认可我的能力 我之前不是说 那个适用期是8K吗 嗯 那领导说了 等我一转正就给我翻倍 十六K 那 那 那是一 一万多啊 咱闺女真有处 那可不 那以后咱家想吃什么 想喝什么 还愁什么 嗯 是不是 那个不不不止我 昨天那个 妈你不是刚刚也跟我说吗 说那个单位上都说你做得特别好 对吧 那个马上就要生那个 卖肉组的组长啊 是 是 这鱿鱼工作表现非常突出 这个年底还有可能会凭那个 先进工作者 还有奖金 肉连组组长 你可终于当上了 好好过过 观影 所以咱家今天是生起临门 来 爸 那给喝 庆祝一下 庆祝 是吧 就是由于我跟我妈妈吧 这个工作都非常的繁忙 所以呢 我们也想让爸爸为这个家付出一点 付出 是 我就是咱家一块砖 哪里需要哪里搬 你说 让我干什么吧 你看 我爸觉悟就是高 那个 我们就说呀 我们在外面这挺辛苦的 然后我们也希望回家吧 有爸爸好好照顾我们 我们就想让您啊 以后在家做一个全职爸爸 那给我开不开工资啊 以后我拿出大部分 那个我妈她也给一点 我们给爸爸五K 五K 五K 五千 以后现在还多点呢 姑娘这番话我听出来了 是想让我在家专门伺候你们俩 为你们两个人做好后勤工作 对 没问题 但你要说让我再待在家里 当全职爸爸 全职丈夫 那可不行 我上一辈子班了 当了一辈子工人 这整天你要不让我闻进点鸡油味 再见不着那老哥几个 那可不行 我呀 工作继续干 家里的家务 我会做得井井有条 你们放心 我一定做好这后勤工作 我保证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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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 我这 我的天哪 我 我跟你 我憋不住了 我跟你说你这闺女 我说底跟她说实话吧 再被骗不了她吧 你呀 你上什么班啊 你让大米饭给裁了 你没班上了 你知道吗 我 闺女你看见了吧 你看你爸不说话了吧 你看你爸蒙圈了吧 你看你爸被卖了吧 你说这一窝子混蛋 我找他们就了 叔伯 你怎么知道我被裁了 爸 爸 咱辛苦了这么多年 也该休息休息啊 老爷 看来这事是没会儿的 退就退 刚不是说了吗 早退晚退都得退 早点退 早点退早点退 早点退 让我退了啊 她也不能说不让我 再进工厂的门了吧 没事的时候我还可以去厂子里 闻闻闻机会儿和老哥几个聊天 下棋 慢慢 慢慢就修个习惯 你们别那些瞎话干什么呀 没事 这不是刚今天也说了吗 全职罢 全职账 放心 我一定要做一个合格的全职爸爸 全职的丈夫 我天天给你们买菜 洗一串串收拾屋子 给你们做饭 行了 没事 行行行行你做点饭 没事没事没事 这有什么呀 吃吧 来 吃饭 你看这上楼啊 集团 总厂 分厂 分别签的字 分厂那儿才是米红旗签的字 这事儿 不是他一个人说了算的 所以你别老大米饭大米饭 菜都凉了 多热热 我幸好 我给你热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在北京能够有你这么样一个朋友 是我的福气 让我这个外地来北京打工的女孩子 内心可以有一种温暖的感觉 这都是应该的 这没什么 你看 你又有钱 人又长得帅气 像你这样的花花公子我以前见过 无非成天就是吃吃喝喝 无所事事 泡泡妞又来证明自己的个人魅力 我告诉你啊 我知道我和您是什么样子的人 我不可能成为你的猎物的 这个钱 你拿着 请你以后不要再来咖啡厅找我了 你这样会影响我的工作和生活的 如果你要再来找我 我就只能够辞职了 好了 我该说的都说完了 我再去给你做杯咖啡 算是我对你的感谢 аться aqua 你找ở What's Bei 艾维 艾维 嗨 你是亮 中午了 没给米洋出去吃个中饭 米洋外出职勤去了 怎么了 心情不好啊 昨天发了工资不是很高兴吗 对啊 本来应该特别开心的 结果赶上我爸爸没工作 又赶上米杨的爸爸升职了 这俩妈差点没打起来 所以说你父亲失业了 但是米杨的爸爸反而升职了 已经在公司的阶段了 也就是走过过场 八九不离十万 老师 廖 我还有点工作 我先去忙了啊 喂 对 我是廖梅 什么 小姐 对不起 你不能进去 清宽 我母亲怎么样了 你是犯人家属 证件带了吗 登记一下 廖梅 你母亲是因为高血压引起了心痠 不过已经抢救过来了 需要注意观察一段时间 对 那我什么时候可以进去看她 不行 不过你可以从窗口看一下 谢谢 你别把你一扯 你别把你一扯 好 好 好 i know more talk 黑暗门 咱们这个小区夜委会 我组织他们这些人 搞一个夕阳小合唱 现在大家都在练 什么情况啊 这才几点啊 大白天你这自珍自饮上了 对对对 你不是跟我说今天上任吗 要跟下属好好沟通沟通 就这么个沟通法啊 那个 方蓝 我正要跟你说这个事了 你千万别激动啊 你事情还没有最后定性 什么没定性啊 你快点说 你真是想急死我啊 怎么了 CDO公事出了问题 有人举报我贪污 任职这个事暂时停止了 等待调查 你贪污 天哪 这 这怎么可能呢 是啊 咱方可 你看没贪污 我最清楚啊 我的天哪 简直是岂有此理 组织上要调查 那我就得服从啊 咱们家最近这风水 真是坏了啊 你看看 先是米扬 被变成民警 现在又有人诬陷你说贪污 这个人到底是谁 我猜得八九不离屎 我跟你讲 这简直就是报复咱们 看着咱们家过得好 羡慕妒忌恨 我还就不信了我 不是 不是 你 你 张总 现在过去啊 好嘞 没问题 米扬啊 我跟你讲啊 你妈气恒恒出去了 我担心她去超市找你钱阿姨 千万别吵架啊 你拦着点啊 我有急事我得 我有 我不跟你多说了啊 赶紧快点快点啊 你 钱主文 干什么你 你自己干的好事 你还在这儿装 是不是你干的 怎么了 我原来以为你是一个 刀子嘴斗不心的人 只是外表厉害 内心善良 没想到你这么歹毒 怎么了 不是我怎么歹毒 我干什么了 你再装 你再装 你再装那一副无辜的样子 你真的不知道吗 我真不知道怎么了 你背后现检举信 说我们家老米贪污 我是不是你干的 钱主文 还要我跟你说 大白鹅 我这个人文明磊落 我要敢做我就敢当 至于说你们家李鸿琦 她是不是贪污了 你们自己心里最清楚啊 你不做坏事 你心里虚于什么呀 你无耻 你没言 我一直对你采取的是 温良公俭让 但是今天我告诉你 我忍无可忍 我无需再忍 别以为我们知识分子 就不会跟你打架 因为你这么不懂你 我告诉你 我要以放置放 以恶除恶 你还以为我不敢跟你打架吗 谁怕谁啊 你一个我俩 来 你出来 我干吗出来 你过来 你出来 我不出来 这是我的工作岗位 我不能出去 你工作岗位我不能跟你打 你出来就是群众了 你以为我不敢打你来 我在这接受岗位 你就害怕 你做贼心虚 你 你做贼心虚你 你是不是做贼心虚你 你是不是做贼心虚 ensin 阿姨 你運气 我的这什么 不是我打脸呢 我知道你 怎么了 喝 喝 来来来来来 撒了撒了 他 他要害死你爸爸 他笨手枪毒手 他要害死你爸爸 什么意思 打笔链 别听你妈胡说八道 我根本没害你爸 我告诉你 从天以后 你不能再理他女儿 咱们再也不见他们某女了 你以为我想见你啊 阿姨 等咱回家说 我回一块去了 阿姨 以为我们想见你啊 有本事别着我对门 搬走 妈 到底怎么回事啊 我也不知道 我这儿剃骨头呢 竟太快热皮就过来了 行 她说我姐姐女性 她说我咱 你怎么不在工作坊 我们跟姑娘吵架呢 明天开始不是来上班 你被开除了 别 别 经理你别 我特别爱 干这卖肉这一行 我都干了好几十年 我特气我卖肉 您别开我呀 你车本身弄多气八道 车好再走 明天不用再来 妈 您 您千万生气啊 没事 咱们不在这儿干 去别的地方干 您 您千万别生气 不干我就不干 我没鸡蛋我还做不了 操得干我 我不干老娘 这不干了我还 疼吗 这一地的蒜呢 行 还加小萝卜了 哎呦 这一天一天的啊 我们家这蒜可都吃不完呢 干什么 干什么 怎么回事 什么怎么回事啊 王大爷家的那新歌又飞过来了 怎么回事 在哪儿呢 什么新歌啊 这新歌这么大 能弄那蒜还扔小萝卜 行 这新歌别让我逮着 逮着我就扎不扎不 我给它炖喽 妈 你别急 我来帮你铺 把我们全铺走 来呀 嗯 在哪儿呢 嘘 嘘嘘嘘 在哪儿呢 别躲啊 行吧 出来吧 行吧 出来吧 快出来 你妈这生挺大气啊 我妈被辞退了 这么严重啊 还有我告诉你啊 检举信不是我妈妈写的 这我知道 那这娘才是跟谁说话的 没有那个包算的 喵 怎么了 怎么了 又属猫了 说谁属猫呢 我属猫 对不起 阿姨 谁是阿姨 妈 咱们回家 我不回 妈 咱们回家 我不回 我问你 我买你这蒜了 都跑哪儿去了 这 这不算了 咱你们家算的 这儿呢 还给你们家 干什么 先包 我 我看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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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多大呢 你再说 我是啥子鸭子 我这 你干吗呀 你 吃肉 都缓缓来了 你爸先让人给辞了 我先让人给开了 谁造成的 谁造成的 还不是大白鹅他们家 这要个古代这算世仇 你得比武 你得杀个你死我活 对呀 没有这么严重 你能不能离开他 我的姑奶奶 姑奶奶 我求求你 不是 你这三鞠躬 是一体告别是吗给我 我问你行不行 你离开他 你这孩子 你说你 你不能让我跟你爸 受这窝囊气呀 行 我明白了 你不说话就是默认了 默认 默认挺好 默认挺好 我跟你说啊 明天我就出去找工作去 妈 你不用找工作 那个 我养你 你生气了 你生气了 你别生气了 干嘛呀这是 丫头 我跟你说 我不是生气 就他们家你不能在这 你要这样的话 我跟你爸说实话 我们受委屈受大了 我 我 爸 你事儿都还怎么办 放心吧 爸爸有自信 爸爸问你也无愧 幸者自清 如果需要我这边干什么 我们言语一声 这话说回来 谁这信的人肯定是没言好心 但我觉得 不应该是没说 怎么可能是他 怎么就不可能是他呢 你们当警察的 最注重证据 证据呢 那你还说我呢 那你这一怀疑 你就直接去找人家那个潜移了 反正工作都弄丢了 人家现在生活可折据了 我哪知道 他们一吵架就会被开除呢 我当时也在气头上 你爸被整成这样 你怎么就不站在你爸的角度上 考虑问题呢 我跟你讲啊 老敏 今天阅委会啊 跟他们聊天 说这么对门的住着呀 就是冲 我问他们怎么解决 有人给我出了个主意 说想化解这种事情呢 就要冲喜 我想咱们家如果要有喜事的话 那就只有儿子的婚事了 对吧 当然我不是说你跟伟晶结婚啊 说到她 我倒想死了 那天呀 有一姑娘来找她 叫妹 你认识吗 说是你的朋友 谁是妹 中文名字叫廖美 我那儿有名片 那姑娘简直人太好了 长得又漂亮又有学问又有教养 英文又好 她说她跟你是朋友 我在想啊 背后打听打听 看她有没有对象 没有的话 你还不如追她呢 你要把她追上了 妈妈举双手赞成 我支持你跟她好 我是认识这廖美 但是我跟她也没那么熟 现在 现在 又什么年代了 你跟她见一面 住着聊天你就知道什么人 我恨了谁 那谁啊 三儿 见面 三儿 喂 米洋 是我 这笑话不好 那个 你吃什么 吃个饭都魂不守舍的样子 哪儿了 我这飞鸣的车上 我要回了家 跟你打电话更不方便了 那个 廖美 就是上回找你了 对 对 我带了一份文件回来 她好像着急来娶 怎么了 那找色门了 找我们家来了 跟我妈还聊天来 你妈是不是看上她了 看上有什么用啊 人家那种白天鹅 会看得上你 问题是我 能不能看上她了 那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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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聊了 爸叫不了 来了 爸都没说完就挂了 什么 这 这姑娘叫何宁吧 你认识啊 对啊 她是我们楼下咖啡店的 我觉得 她跟你平时那些 花里胡哨的女朋友 可不一样啊 是吧 是不太一样 你 你能不能 离她远一点啊 这姑娘上次还帮我报警呢 我觉得她人应该还不错 我干嘛要离她远点啊 这都什么年代了 我认识个姑娘 我就得跟她结婚谈恋爱 那不谈恋爱 你就把人家设成平榜 那就更不对了 你说这我妈的台词 好吗 大姐 你那一外地姑娘挺不容易的 那根本就不合适 怎么不合适啊 只要我乐意啊 别管什么外国人 外星人我都一起拿下了 那结婚哪有不讲条件的 你看看我跟米啊 你以为你没本事 你要跟我似的 我就是条件 瞎是条件 练着装 我就那么健健地看着你 阿兰姆恒在那里 来 艾薇 完美发布会准备怎么样了 酒水正在卸货 一会儿我就去布置现场 媒体呢 红色的部分都确认过了 还剩几家我会跟进的 开马屁 那乐队呢 为了以防万一 我准备了两家 如果一旦一家有问题 就启用普兰比 太好了 如果今天都顺利的话 你就可以转正了 一定会顺利的 加油 加油 您请您啊 鼓励啊 好 还有这个 您好 您就是伟小姐吧 对 我说你们这次展会 工作伤的所得人 在毕姓林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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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那个货都到齐了吗 按要求全部到达了 对 这边要提成 那就好 对了 这是你们的工作流程 以及需要注意的事项 您仔细阅读一下 有任何问题呢 都可以打上面的电话找到我 好的 好的 那 大家就开始些货吧 一定要亲来亲放啊 很多都是红酒肥的 好的 您放心 好的 就拜托大家了 各位大姐 开工了啊 李经理 辛苦了啊 好 快点 一定要亲拿亲放啊 好 老秦 干活了 一定要放整齐了啊 整齐了排练好 您一定小心杯子啊 不小心不摆好 对齐一点 亲拿亲放啊 亲拿亲放啊 我都跪着的 哎呦 好 把那点抖过来 来 不行 把椅子 哎呦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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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大姐 来 大姐 来 你好 好 你怎么了 你怎么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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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下 回下 来来来 房儿 回下 回下 出什么事了 喂 大姐 您怎么了 妈 我 我不认识你 我不认识你妈 您 您怎么了 大家帮帮帮忙 帮我把妈妈扶起来 小心点 妈 您就不应该 在干这个工作 您看您都中暑了 我都让人给开了 你说我不干活哪成啊 你想想你爸爸也下岗了 下岗了你说他 他心情不好 有一大男人 我好像不能催着他 满处找工作去吧 那您来了 您倒是跟我说一声啊 对了 我不能说 我说 我怕给你丢人 这有什么丢人的 咱一没偷 二没强 来 喝点水 那不行 我不能让人知道 我闺女他妈是打子儿的 你知道吗 那怎么了